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李智琴 然后这第二次嘛 上次我们是在三里头还拍了一些 当时跑来跑去跑了很久 是我中学同学开的酒吧 所以特别有缘 嗯那之后发微信给我说 哎你在我餐厅 哎十年没见了你在哪 这次其实主要就是白发在热播 哦然后这次演的角色其实是有一点 呃是会跟你之前不太一样吗 嗯完全不一样 嗯应该是 嗯 暂时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啊 嗯 对因为我演的这位 纵正无忧 他是个非常 外冰冷 内浊日的一个一个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的冰冷 又是 很多很多的层次 所以就做了很多功课才把这个角色 觉得哎能 呃拿捏到 嗯我上次的时候是奇门顿甲嘛 嗯 奇门顿甲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啊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我觉得就是 呃徐克和徐克老师和袁和平老师他们总是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奇思妙想很有趣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 就是好像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或者是跟他想象的武侠不一样 嗯但我觉得徐克就是一直在创新 就不光是艺术上啊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 勇于 尝试 不怕跌倒的人才最终会成功 嗯 所以那才是徐克的女人和平 他也创造过无数个 经典让你完全 惊呆的 超爆款的 的电影 但是 他勇于是 尝试 不怕 呃 有一些这样的评价 我这才所以为什么他才是徐克的 我觉得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那种评价是一窝蜂似的 有的时候我发现一旦有一些评价 无论是好与不好 大家都会跟风的去聚聚对吧 但是我会觉得 我们作为 局中的人呢 你你不能 厌烦 这种事情 因为说白了你最后你真正的 老大是观众 嗯 就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去左右 只能尽力而为就行 是的 嗯 然后刚才也讲到有 就是打拳吗 你你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打拳的人 是的 健身跟打拳 我觉得 拳击就好像 一个极致版的下棋 就是你看好像 最厉害的拳手 其实很平静 很平静在 在想 在感受 在看对方的一举一动去想 哎我怎么去 拆这个情况 但是又得承受 极大的疼痛 极大的体力的 消耗 试着那个苦的情况之下 还得保持一个很清晰 的脑筋去去去去 解决当下的事情 我觉得 我很很敬佩 能做这件事情 而我发现呢 很多真正的成功的人 其实都不是 是为了 别人的认可 而是为了 创造一个更好的 一件事 嗯 很多创业者不是说 我要创造这个 这个大企业来告诉你们 我有多厉害 就其实很多时候是 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造福人们的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从 罪恶神头开始 一直还是 算是很顺利的 我还我觉得还是 还是挺幸运的 嗯 对 还是挺幸运的 对 那会有这种 有的时候就 那种重击吗 之前 当然有了 嗯 怎么可能没有 我 我不太喜欢把一些 自己要承受 多么多么的 这些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会觉得 说实话 who cares 嗯 大家你就 就是很矫情 而且你觉得 你的粉丝们 观众们 没有自己 的的的难处 没有自己 每天要面对的 争扎吗 他们也有 每个人都有啊 为什么你的就 很独特 现在拿出来 各种分享 各种诉苦 最坑人的一句话是 哥辛苦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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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怕 听到这句话 尤其是做了一些 明明里不是很辛苦的事情 人家一说完辛苦就觉得 对啊 我今天真的是 对吧 好累啊 好好歇一会了 拍了好几张照片 然后想想就觉得 大哥你拍了几张照片 你那辛苦 然后 你还会有 就是特别想演的 角色吗 我真的想 再去挑战一些 嗯 层次更多 更复杂的角色 嗯 嗯 我觉得更加是题材吧 题材我觉得破案啊 悬疑啊 动作那些我都很喜欢 就如果 就能遇到 一个很好的一个破案的 类型的剧本 然后真的是能找上我的话 我很开心 那你会自己 就是 做戏或者当导演之类的 当导演我觉得 应该不会 而我觉得 我更加希望 成为故事里面的一份子 可以沉迷于 那个故事里面 被一个导演去 拉着走 而不是我去讲这个故事 然后其实你现在是 已经拍完了吗 腾科动物 拍完了拍完了对吧 这个是一个留学题材的 然后因为你之前有在英国留学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戏跟你自己有很大的一个 有些共鸣是吧 是吧 其实感觉是跟我留学经历很像 但其实也不太像 因为我戏中是演那种超级学霸 嗯 就读什么都特别特别得心应手的那种 而我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 虽然我入了一所 很很所谓很高级很厉害的这个大学 但是我是读的很很厉害的 所以我基本上第一年都是 灰暗中度过的 大学时候我主修的是物理 然后 真的很难 嗯 对 就没想到会那么的难 这我记得之前我问说 你为什么没选个音乐什么的 然后你说 我当时没选音乐就觉得 不想把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学业 呃完完全全的勾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当 你 最心爱的东西变成一个 每天要去应付的一件事情就很很很可惜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 ok 我音乐我已经 已经签约了 我已经是个 作曲人了那个时候 然后 按理说毕业就可以回来出道当歌手 嗯 后面会有计划就有出专辑之来的吗 专辑还是没有计划 但是 嗯尽量每当有戏演的时候就可以 参与一下作曲的部分 跟唱的部分 因为其实每当一部戏杀青的时候 嗯 呃 我很多时候会不其然会有一些旋律 嗯 就来 我就觉得那个是 角色给你的旋律 而不是自己本身 会有的一些灵感 那这个是特别有意思 非常非常记得 我最深刻还是拍完母妹娘船前的时候写无自卑 嗯 我就觉得我听完之后 公司的朋友们都不相信是我写的 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觉得哇 原来我还有古风的一些 灵感在里面 而且 无自卑是特别一期课程 嗯 嗯 一下子就所有的旋律 那个节发的变奏啊什么 就出来了 然后这一次白发的弱血 也是 一个情况 就刚杀青就觉得 哎我听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得写 嗯 得写 然后就 做了个小样 然后给这边人听 我觉得这首歌是 我的角色 唱给女主听 嗯 因为每次其实跟一个人物走了 一段人生 然后就会有一些新的灵感 那些东西进来 是的 这个真的是 很奇妙 嗯 然后我看那个你 就是微博上好像很很那个 就是介意团建这件事 就是大家团建没有带你或什么之类的 我那个是看了要损我的 我的小伙伴们 对 因为发现每当是我一旦离开北京 我一旦飞的时候 他们是各种团建 各种开心拍 发朋友圈啊 就一起去吃火锅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你可以 每次团建都等我走了才团建 嗯 那 那下次的团建 现在有计划带你吗 呃 我打算下去团 团建我带他们 你来主持了 健身主题 健身 你们都很想去吗 接下来你自己个人会有什么计划 旅行啊之类的 有一些 有一些工作也是 半放假 去外国 拍拍杂志啊 去跟一些 呃 我很喜欢的汽车品牌有一些合作啊 那一天 谁敢跟我说辛苦了 我就真的 特别过意不缺 你懂吗 根本 根本就是玩好吗 多开心的事情 接下来想 多在健身啊 武术方面 再 铺多一点的 基础 然后 对 学学东西 可能找找老师去补补课呀 表演啊 歌唱各方面 自我增值一下 嗯 嗯 好 谢谢李志廷 谢谢 然后谢谢今天来 然后我们也 期待 就是新的作品 谢谢 谢谢 那好了 大家好 我是李志廷 欢迎关注 Starbox 有我最新的消息 关注 Starbox 电子杂志 吃 哦 吗 啥 这里 我 感谢观看